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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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鼓勵一下 菲哥歡迎 歡迎你啊 菲哥 不得了 我就說嘛 我這個弟弟小哥啊 不然這麼好聽的歌曲 現在都用我來代牢了 是吧 不過啊 聽說他現在退休之後啊 時不時啊 還是會關心一下流浪動物啊 據說已經捐了五六百萬了 怪不得啊 我那個姐姐現在到處流 是這麼說啦 今天就算沒有人陪啊 還是有一個人硬要來找我 說說我的老朋友 我們來一攤就近好了 來 掌聲歡迎他出場了 還有誰啊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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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出來唱這個歌是什麼鳥歌 一點都不覺得 真的是鳥歌啊 快樂鳥日子 我說這首歌你要祝人家生日快樂 怎麼只祝人家到五六十歲呢 五六十歲 五六十歲 什麼意思 你是不是針對我 沒有沒有 菲哥放在那邊 我沒有針對你啊 你已經69歲 今年要70了 哪哪哪哪 你已經多活十年了 我第二段是針對憲哥 對 他今年9月26就滿60了 滿60了 剛好五六十歲 不是 喂 剛剛二秒 誤會了 誤會了 那個你這意思還是要希望大家 健健康康 對 講到重點了 健健康康 還沒跟大家介紹一下 各位先生們 你看 為了拍戲把頭髮都給拍拍了 掌聲歡迎黃鐙輝 對 我是黃鈞燈 田徑燈是 黃鐙輝 喂 沒有啦 我是康康 是康康啊 對啊 黃鐙輝在老倒嬌嗎 我這個墨鏡戴了很長度認出 你的老花眼好像越來越嚴重 你看看我都把主持人都快認出了 今天有代班 代班 宗憲代代班徐凱希 隔壁這個是大根 對不對 喂 你偷什麼東西啊 大家說換吧 看清楚 徐凱希 梅東森 梅東森 阿威大哥 對 這個就合理了 是 又同樣一個level要擺在一起 對嘛 是是是 前陣子聽說 你是不是被國仔拍到你 時間能不能暫停一下 怎麼樣 就是喔 心情不好看這兩個神經病聊天 我變得心情還滿好 請繼續 你看到沒有 不是聊 不是要聊 前陣子那個前輩說話 被偷拍 唉唷 你前陣子被拍到 跟兩個辣妹在喝酒 你們有聽過憲哥說的嗎 報紙啊 除了日期是真的 其餘都是假 真正的是 來了來講一個 大根呢 在KTV唱歌 循環然後被人家打 他怎麼樣 不是我怎麼講大根 你好像特別激動 差點搞混了 我什麼病 講到朋友 我還想說問問你 是 我問一下 你說你那個 你的朋友都來跟你借錢 其實那麼多錢 他們現在搞定了沒有 還都沒有 不是 這個朋友有 那我們就是要拔刀相助 那是男人 但是要借錢容易 還錢就很難 借給朋友還好 如果借給親人 好 那就更辛苦 請問這個恆樹法師 最近有跟飛郭林聯絡 一切都好 那我們一直只沒有見面 他現在住哪 我是不太清楚 不是 因為以前我在你旁邊 恆樹法師 他呢 很照顧我 所以我也關心他住在哪裡 我們今天就不要提姊姊的事 因為我會有一點緊張 我們來聊聊 今天難得來 要不如就安排一首歌曲唱 給大家聽怎麼樣 好 我說 你不要以為改成台語了 我就聽不懂 飛哥 我的意思是說 我今天要唱這首歌 叫做 你怎麼會想選這首歌呢 你也知道 彭哥最近也是雲遊四海 到處廣結善緣 是啊 我聽許孝順在說 彭哥現在很省 他吃牛肉麵 省錢 甜不辣 他也不加辣了 他只是不吃辣而已嘛 你乾脆說他 不是 你不會亂講 他就是要阿婆 他才叫阿婆蝶蛋 他是不要蝶蛋 他本身已經 喂 不要開玩笑 你說這個康康這次愛說一下 人氣還大起來 但這首歌你選得不是很好 又不是很好 為什麼 這首歌啊 超喜啊 當然 而且操得還不止一首歌 還跟著這樣流行 流行 很早就知道 有嗎 操好多條 有嗎 你不信我唱給你聽 來 音樂 為您介紹 洪詹燦先生 生平最紅的一首歌 先聽一次 你原本的先唱給你們聽 你說你這麼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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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麼我的都不知道 是怎麼我的都不知道 一片七千三來頂下海 來 人家 我每個休息靠邊 第一首操心 你敢有聽到路好誰 你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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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高知旻咭 不管花開花蕾 不會花開花蕾 我要遵遵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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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太硬唱了 太硬唱了吧 哎呦 哎呦 谢谢大家 太硬唱了 硬唱最後 突然間還來一個柯菜 對啊 那速度也不對啊 對啊 你們要這樣 柯菜我心底的名字 柯菜我心底的名字 你怎麼這樣子 你們可能是好朋友嗎 是 哪裡有 你們兩個哪有啊 你剛剛說你跟他認識的時候 13年 我們認識 真的嗎 為什麼 怎麼哪裡認識 因為那個時候我跟那個 大哥沒幾歲 歐弟 我們主持一個節目叫做 《綜藝二人傳》 有沒有 你講可能大家印象比較深 因為 沒有啦 我們有錄兩季 後來是 那個有兩季 那個後來是被黃鐙輝做款 對 這樣啦 《綜藝二人傳》 那名字還是我取的嘛 對 脫口秀 只要能夠脫口秀的 或者是兩個來表演唱歌的 或者是相聲的 變魔術的 什麼只要是 都可以 素人就可以唱 他帶了一個搭檔叫做 番薯 來 配一次 然後是時候他才15歲 就這樣認識了 對 就認識了 歲月的歲月 又過了5年 那個 歐弟又主持魔王大道 然後我是那個評審 他也是來比賽 他也 然後那時候又重逢 你看又認識了 到現在大概又10年了 總共 15年的時間 對啊 你怎麼沒有 就是說考慮說 稍微染一下頭髮 沒有啊 好跳痛喔 因為我這個頭髮 好像一個禮拜就會展白了 真的喔 那每一次我 我只要一個通告去染完 然後又要等通告 乾脆就不要染 有考慮戴假髮嗎 沒有 憲哥沒有人見過問題 是有一頂可以見 這裡就有一頂可以見 這樣很方便不用嫖 因為我想說反正這個疫情的時候 也就是工作比較少 都是在家裡照顧小孩 陪小孩 你是被偷拍啊 朋友然後帶兩個禮拜 沒有 我帶了 高雄的朋友去看那個 荒山亮的演唱 然後他們各帶一個女生的朋友 我根本不認識 所以總共五個人 對 那這樣OK啦 OK 對 為什麼 沒有啦 那是他們的女性朋友 有多人 我已經改了 妳看還可以成為這樣好朋友 其實好像一路以來滿久爛 但是這一個人好像 沒有把我當好朋友 有啦 怎麼說 我是把妳當好朋友 她開了一個店 然後我跟她說 我一定去捧場 但是因為我有家庭之後 我就晚上比較少傳 那沒辦法 結果我有一天就說 好 我一定去找妳 她就說幫我留位置 我不可能一個人去喝酒 對啊 找了拔雲 蟲蟲 對 一大堆 一直喝喝喝都吃妳 喝到打烊 回去他都沒有拿 怎麼這樣子 從頭到尾都沒有出現 那個是傳達訊息的人有問題 他那天店長跟我說 康哥找你 OK 好 康哥找你 我就打給康哥 我就去跟康哥喝酒 後來喝完醉了我才發現 我在跟康哥喝酒 還是喝醉了 對嘛 我是康哥人嘛 對 真的 對啊 我們開店哪裡 一定找朋友來捧場 我都開了一個店 然後朋友一直要來 我說不要 別來 不 一定要去 我一定要來捧場 是啊 後來 名片遞給他 他摔在地上 怎麼樣 我最近開了一個 看著這個 看著這個 來捧場好不好 你不能亂捧場 快看 蹈 走 我就 不行 我們 練習 踩擦 personaje 我們 酒